不贵其师不爱其之 虽至大米是位药妙 这个药妙就是最关键的因素 不贵其师不爱其之 就说 如果不能尊重这五善之人为师 也不珍爱那些比你更低更差的 可以帮助你成长的那些知识比较平裂的人 那么这种人看起来虽然聪明 虽至大米 虽然聪明其实是世上最愚昧的人 就一个人不贵其师也不爱其之 比你高的你嫉妒 比你低的你鄙视 你聪明吗 你很聪明 各位会有这种想法的人肯定聪明 敢鄙视人哪一个不聪明 各位对不对 还是虽至大米是最为弥媚的人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修行的诀窍 是为药妙 药妙就是关键的要素 简单 手简欲凡叫做药妙 就是能够贵师能够爱之 有这种存心 那个是古圣先质自修旧事 他之所以能够修行走上正路 他的关键的所在 那么这句话还有一个完全相反方向的意思 我们来解读看看 不贵其师 你可以解读成 不要自以为自己去教育别人 当别人的老师就有多尊贵 不爱其之 就是也不要去轻视那些受教化的众生 是多么卑微 虽至大米 要大致若虞 不生一点分别你我贵贱的知见 智慧要妙 这个才是处事制度助人的诀窍所在 各位我刚刚解释的方向 两个是几乎完全相反方向 但是都是在这段话里面所含的意思 但它有相反吗 没有你仔细咀嚼 它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一个就是说 我们贵师 我们爱之 我们爱护众生 我们尊重比我们贤良的人 各位敬掌叫做义 古人提倡人意人意 对不对 敬掌叫做义 什么叫敬掌 不是指年龄 不论年纪比我大还是小 当然年长值得尊敬 年长大多数也表示 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 对不对 值得尊敬 他的智慧是值得尊敬的 他对人的贡献值得尊敬的 他对我们的提息帮助值得尊敬 那么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我们要去向他学习 一个比我们差的人 我们要多提息一把 这个呢 是处事跟自修的药妙所在 各位人家听不清楚 到底这有什么药妙 老子用到药妙两个字 那势必是他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世上不外处事跟自修 就是这样的事情 看到好的跟他学习 看到不好的拿他一把 各位你觉得这很简单吗 这听起来很平常对不对 这个存心啊 太难了 我跟你讲 你相不相信 你看到你 你觉得不好的 一堆缺点的 你厌恶他 你信不信 你看到比你好的 你嫉妒他 看你信不信 我们这样讲吧 当时五祖传道给六祖 大家都知道六祖 是最强的啦 对不对 然后呢 去跟随六祖的人有多少 同样是五祖的弟子喔 五祖已经跟你讲了喔 现在的道在六祖身上 对不对 然后懂得去跟随六祖的人 有多少 几乎零 去追他的都是要杀他的 各位你在怀疑喔 我现在讲的都是修行人喔 那一堆都是修行人喔 去追他是为什么 要夺一波 你看修行人要夺喔 那个强盗根本没有两样啊 各位对不对 然后那些已经知道说 道统在他身上 懂得去跟随六祖的有谁啊 没有 为什么 光那个嫉妒你就很难平伏 我比他早去拜五祖 他说他比我厉害 门都没有 各位你读六祖你不会看到这一层嘛 你要进入那个环境 进入这个故事 你就会发现是这一个事情啊 所以什么叫做药妙 比我们好的 比我们不好的热情的提拔 各位你怀着这个心 你做做看 你一个礼拜都辞不了 你看行不行 我们不相信 我们今天跟读一天 你都辞不了 你会看到一个 这么笨啊 对不对 简单的事情怎么做这么久啊 你不要再问了行不行啊 很聪明的人 多跟你讲两句也不行 他就自傲 有什么好骄傲的 不回去照照镜子 你看你的心里都在干嘛 就很多戏嘛 你的心里留下一道一道的化痕 有没有 所以我们第一句说什么 善行无侧击啊 各位对不对 那无善啊 你好好咀嚼咀嚼啊 无善还不好记 他就最后给你归结在一个重点上 什么重点 贵其思 爱其知 是不是这个重点 这叫做药妙 我读这个的时候 各位我这个人 我读书很喜欢找重点 各位如果你跟我相处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很善于找重点 我就看不出药妙在哪里啊 各位这几行字都很平常 你们有觉得吗 不相信各位 你做做看才知道 太难了 所以不要讲那个 多高远的学问跟知识啊 你寒农得下这些捣乱的 正在为非作逮的 正在分崩离析的这些人 然后呢 有好的 你看得到 比我们高的 我们就学习 虚虚的学习 不过比你高的人 他这一点比你高 他那一点就不一定比你高啊 对不对 你会讲说 他这一点倒是不错 但那一点其实也不怎么样 那很好啊 那你就学这一点 可以学的就好了嘛 各位对不对 那其他他不好的 我们拿来当资产 我们拿来自我归劝嘛 这也是可以的 四位要妙 各位你今天得到了 最珍贵的资产了没 我觉得我们今天上完这一堂课 各位最珍贵的资产是什么 你那个 我希望你得到这个最珍贵的资产是 老子 老子何许人也 你要知道 老子交代给我们 最为修行最重要的关键 今天在27章是不是讲了 各位其实每一章都是关键 但是这一章算是讲的 既平时又明白的 而又我们可以落实的 修行的关键 所以你只要实施这个关键 然后你上面的五善也做起来了 然后你的心法也得了 你的功德也做了 内生外亡你已经兼具了 你看是不是要妙 然后也大致落语了 对不对 所以道德经是不简单 因为短短的文字要述说 很深的道理 值得我们一再咀嚼 为什么刚刚最后一句 不贵其事不善 不爱其事 我们说做两个方向的解读 因为你不断的咀嚼 你会发现一个方向的解读 是没有完全释放它的意思 你不断咀嚼 你就会发现它有另外一个含义 习名这个字眼也是两个方向的意思 读书就是要慢慢不断在心领神会 我们就会有所发现 好 我们今天的练习 就这句话 善行无策击 做事情不要急欲人知 你的委屈不要想让人家看到 做点什么好的 不需要刻意让人不见 但是你的内心不要留下好恶分别 不要有那种真上漫的心 傲慢 不要有分别的心 不要有自我尊贵 看清别人的心 人谁没有缺点 你老是会鄙视人家那个缺点 他比你优秀的地方 你完全就看不到 对不对 让我们的这个内心 清清静静 真正善行的人 不让自己的内心留下任何的刻痕 我们今天就以这句话 就是这个在工作的同时 我们看看经历 今天到傍晚结账的时候 看看内心多少落痕 分享的时候 看看你到底 有没有细数一下内心刻下多少落痕 好 这一堂课讲到这 谢谢大家